乌龟胃药教学指南 药育 灌药 注射三连招 1. 药育 药育是广大龟有最常用的胃药方式 利用龟类口腔摄入以及皮肤渗透来治愈病龟 先将准备好的药物稀释开 水温应该控制在恒温状态 避免过热或过冷 建议用高于环境温度5度的水来泡 最高为30度 温水可以帮助药物更好地渗透到乌龟的皮肤和体内 提高药效 水味不用超过背甲 能让爱龟轻松喝到水就行 一般持续0.5到3小时 根据药物的特性时常有区别 药育是将药物稀释在水里的 药量强度较低 很多时候这种饲料方式效果并不好 为了让药物能够更充分的吸收 我们可以采取进一步措施 2. 灌药 灌药是比药育更有效的喂药方式 直接从龟的口腔把药物灌到胃里 首先可以用毛巾裹住爱龟 头部向上把龟夹在两腿之间 待龟的脑袋探出来以后 用拇指和食指夹住龟的腮帮子 然后用开口器把龟的嘴巴撬开 或者压住鼻子 龟也会开口 需要准备的工具有针筒和利用导管 先把药物吸入针筒内 把针筒内的空气排出 然后把药物挤到导管里 将导管塞入龟的口腔 慢慢的塞入食道 通过食道直达胃部 一般塞到距离龟甲三分之一处即可 然后慢慢的推动注射器 把药物缓缓导入胃里 等全部退完后 慢慢抽出导管 并保证归束着头部朝上 让药物在胃里适应一下 如果马上放平 很有可能会把药物吐出来 虽说冠药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治疗方式 不仅能让药物充分摄入体内 也能把控摄入剂量 不过要是遇到病情严重 虚弱的个体 还得适应它 注射的话 一般采用肌肉注射会比较多一些 注射最大的好处 就是能最快最有效的让龟把药物吸收 治疗效果快 但是对操作和剂量把控 标准很高 一旦操作不大 就会立马收咳 所以一般养龟新手 都不敢自己注射治疗的 先来说算肌肉注射吧 肌肉注射通常是选择四肢 小腿 手臂等位置入针 也有些尾巴粗大的队 可以从尾巴根部吸有注射 一般对肾脏有副作用的药物 注射在前肢 对肾脏无耗的药物 可以选择后肢或者尾部 通常龟率用的都是 一毫米一导素针管 注射可以两个人操作 先用酒精棉花擦拭消毒 然后从龟的手臂进针 针头与手臂成15度左右 注射深度微五到十毫米 扎入以后 记得要把针头回抽一点 看看是否有蓄力吸入 以免扎入血管 注射速度要缓慢 完毕以后 记得压一下针眼 防止回血 通过以上三种方式 药育 灌药和注射 应该可以解决不少治疗问题了 黄原育苗指南 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 选择龟苗 我不知道为何有这么多人 会去买那种六七克的育苗 这种小苗看似便宜 其实非常难带 一般选择育苗 尽量选择大于15克的个体 这样的个体已经开文 状态良好 除了看大小 还要观察腹部和甲桥是否凹陷 甲壳是否偏软 这些都是弱苗的特征 2 收龟注意事项 刚到家的黄原苗 别急着下水 先放在快递盒子里 静置一到两个小时 让它适应新家的气温 开箱时候 尽量不要在空宵房里 避免感冒 静置结束后 方可安排下水 水位不要太高 建议到龟甲裙边即可 避免龟苗翻身后 翻不过来导致溺水 水里可以放置些小石子 如硅枣土 吸流石 方便龟苗翻转的时候 可以借力 刚到家的龟苗 容易出现闭眼 蜷缩身躯 不爱动等不良状态 这时不用太多着气 一般下水后 龟苗会舒展四肢 开始活动起来 水里可以添加一些 电解多维 缓解压力 提升机能 只要幼苗健康 状态就会慢慢恢复 3 饲养环境 一般幼苗的饲养环境 有两种选择 土养和水养 各有利弊 狐养环境符合黄源的成长生态 圆苗会钻入土中 渡过井章西 它们会在夜间无人的时候 探出脑袋 熟悉四周情况 口渴的时候 会爬入水盆饮水 一般观察水盆水质情况 就可以判断它们的行动轨迹 但是也会出现 长期待在土里不出来的情况 这时不要着急挖出 让它们慢慢适应 圆苗也不傻 饿了渴了 就会出来觅食 狐养的好处 就是便于幼苗调节体温 不容易感冒 钻土也可以缓解紧张情绪 便于适应新环境 由于圆苗在土中紧缩身躯 容易拱背 所以土养也更容易养出高背 缺点就是 土养环境需要有一定的造景能力 而且要经常清理水盆 保持环境湿度 养护难度相对较大 另外 土养经常看不到龟 在观赏和互动上有所欠缺 并且不便观察幼苗的健康状况 往往发现问题的时候 已经为时已晚 这也就是为何我会定期 把土养的龟都挖出来泡扫检查的原因 而水养的好处就是 圆苗有更好的运动空间 有助于食物消化 更利于幼苗排泄 不容易积食 在水中更容易观察它们的健康状况 也不容易误吞义务 水养环境易于清洗 不用担心湿度不够 环境要求相对简单 房源幼苗天生洗水 性格胆大 很多情况下 也能很快的适应水养环境 缺点就是并不利于圆苗调整自身体温 容易感冒 而且有溺水的风险 由于圆苗在水中活动量大 消化激年强 反容易产生饥饿感 所以容易引导四组大量喂食 导致生长过快 生长纹变宽变淡 另外 水养黄源也不利于黑色素沉淀 咳嗽容易变浅 那么4 日常饮食 第一年的圆苗建议全部喂龟梁 龟梁虽然不是最好的选择 却是最安全的选择 可以不用选择太贵的 但是一定要选择大牌子老牌子 原因很简单 大牌老牌不会出问题 要是有问题早就关门了 至于哪些是大牌 可以看一下我以前做过的 十大微凉品牌的视频 第二年以后就可以适当丰富食谱 水果蔬菜 鱼类虾类都可以加 鱼虾要选淡水的 或者拖延的也可以 蔬菜水果不要水分过多 过甜过酸 这里比较推荐熟南瓜 番茄 苹果 草莓 樱桃啥的 香蕉少胃容易拉肚子 当年的幼苗根据环境温度 最多可以一天一味 因为原苗第一年是生长发育的关键期 菜过节食不利于它们的塑形起背 随着温度降低 微苗食欲下降 渐渐减少喂食频率 甚至可以一周一味 直至停时准备冬眠 另外切记 冷冻食物要解冻到常温才得喂食 蔬果去皮 物味油腻刺激的东西 No.5 幼苗冬眠 这里要着重强调一个新手误区 很多人以为只要加温过冬就可以万无一失 其实是大错特错的 加温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加温设备的产品优劣 加温器材的运用和摆放 都是有一定的技术要求的 举些个例子 加温箱高度决定选择哪种加温灯 空间大小决定多大功率 温和不均如何补充热源 哪怕是加温探头的摆放 都有相应的技巧 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处理不到就会让龟苗感冒肺炎 所以只要圆苗健康 我还是建议自然冬眠的 自然冬眠能让圆苗的体质更好 纹路更好看 还容易起背 一般环境温度低于15度 就可以开始冬眠了 5到10度深度冬眠 10到15度浅度冬眠 低于5度有收壳的风险 低于零度便棒冰 冬眠的方法很多 我是采用椰土加智力水苔的方法冬眠的 虽然传统但是很稳 值得高兴的是 只要你的黄园宝宝自然冬眠 度过了第一个冬天 那么接下来就不太可能生病了 愉快精彩的养归之旅 即将为你而展开 我是小豹 我们下期再见了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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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